Galm 警告 十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 快拿起手機下載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我的 我的 我的Partner又倒了一个 那 楊秀彌 楊教授 那 昨天下午确诊 他一确诊的时候我就 我就很紧张 我说不会是我吧 我我我我说我是无辜的我他他昨天昨天下午发布确诊的时候呢我赶快再做一次快栽补做一次 那就还是一条线啊那当然他他很快说不可能的怎么可能我们昨天早上昨天早上我还我们都还是带我还是带着口罩做节目啊 我说我一直在保护保护一样我说因为你在学校教书啊那学校学校课一停了那不得了到都要补课很麻烦的节目还是还是小事情节目停了就就就停了啊但没想到下午呢就就中了哈呃周围的人都已经都已经倒成一片了那但你现在你现在听到谭教人声音会觉得哎这个人声音好像嗯都恢复了哈就是 连鼻音都没有了然后中国人都已经倒了那还还是还是金枪不倒毅力不要没有啦这个不要不要铁铁齿就是大家多小心就就是了因为连行政院长说苏贞昌都中了那苏贞昌苏贞昌中了那个症状就就是嗯胃肝啦胃寒然后有发烧咳嗽那这个是标准的症状 啊因为他他打了打了这个四季的疫苗那有两次呢是是打高端那打高端当然除了不能去日本之外好这当然现在不是走高端的问题啊你现在打三季四季我觉得疫情指挥中心 呃有有有必要有必要针对这件事情在在好好的去去去衡量去去盘点一下因为现在病毒的变异变异的速度很快 那像高端这种的老疫苗呃他对于原始的最最原始的covid-19或者omicron或许有有一点点的保护力我不敢说没有因为那些数数字这些的这的这些的大型的数据到现在都都没有都没有出来 但是高端的去年大赚钱钱钱钱基本上就就就就就就就像个空投公司一样去年大赚钱大赚钱的原因是政府大采购大采购之后结果呢结果打了之后所有打打的我觉得所打高端的人打了高端但是你想你想要出国想要去日本去不了的人 那你都应该我觉得他他适用国家赔偿这个时候国家应该应该对这些打了高端想出国出不了国的人要要负责那这些的这都是今天导致导致民进党在防疫所堆积出来的神话以及以及陈时中做一个防疫指挥中心的指挥官 没有事的时候当然就造神我们好好好厉害台湾台湾台湾是是宇宙宇宙第一number one你你你回想你回想在2020年那武汉爆发疫情之后台湾曾曾经用很高的这种的带着骄傲的姿态那不止对大陆讲话对全世界讲话全世界台湾最屌台湾的防疫最屌 那这种的话听多了我说到没有疫情的时候大家就大大造神啊那时候那时候陈时中到到处唱歌到处到到处都有人这样子请陈时中的去去秀一下 那臉连那连连肯定的开放观光的都阿导着陈时中的去走个台部 refugees 不不斷的爸爸金粉往身上膜都都度了度了金金生了怎么讲都都对怎么讲都是台湾台湾是全世界最好的最最厉害的防疫的表现是最好的好那但是现在不只是现在你把把把这些的管制放放宽了让大家去自身自灭就是老百姓防疫还没有疲劳比如说我们还是很有警觉性 当有状况的时候赶快的就是戴口罩大家的自我的居隔那每个人的通报的都非常的紧密你看过去这个这个礼拜我也很很紧张啊大家都很紧张那可是当你政府本身自己先防疫疲劳了觉得我要我要跟日本跟美国跟这些呢跟我的哥哥爸爸要对接好我也没有意见啊我 我说我说我说这种就是早晚要要面对的事因为你打了疫苗打了打了三季四季之后不是只有陈诚不是只有苏贞昌啊就是现在很多人打了三季四季照样种的 我我我我我周围的这些的朋友们几乎最早都都打三季上了打四季的也也有照样种的 所以疫苗现在的疫苗的施打的方式 还没必要就是 他他不是一种的一种 有有烧香有保佑 有小薰有保比 就是那种觉得 宁可宁可信其有 星辰则灵 那 打比不不打好 这种的都是很阿Q式的不科学的逻辑 那这种不科学的逻辑 摆在实际上面 就是 管你打几季 你都会你都会中啊 那 打了之后的风险比不打的风险有没有可能还更高一点我是说 我不说染疫的风险 就如果你打了之后呢你染疫的机会还是很高 现在在周围的生活经验里面可能都是一样打三季已经没有用了打打四季可能就打新安的 那这种的打法打了之后 那 除了打疫苗本身就有风险比如说现在新的疫苗进来了 第一波施打的时候就就走了两个到现在为止我也还没有看到一些相关的报告说 那这两个到到底是怎么一回一回事 当所有是现在打疫苗走掉的 大概顶多女生申请药害救救济 时间时间到了大概申请药害救济 但是 找不到原因的 但是打疫苗本来就有风险了你其实打流感疫苗啦打打这些小儿的这些接种疫苗也也都多少会有风险 可是毕竟大家对于这种普遍施打这所有人都要都要施打疫苗的那种不安全感的是特高的 好那现在的 现在 大家在关关注的这一波 苏贞昌的确诊 一定会引起一些的 带着嘲弄的 声音就说高端 高端不但你打了就中 而且还不能出国 而且高端还大赚钱 你花了这么多钱老实讲今天民进党 尤其城市中的崩盘是崩在高端上面高端站起来了 高端 配鼓励配的配的一定一定是爽爽爽爽歪的 但是 他配那个鼓励 是拿所有纳税人的钱去配呀 你凭什么配鼓励呀 我不要说你的疫苗有没有效 而且你的疫苗大部分都报废呀 政府采购你的疫苗大部分都报废 那效果不讲 大部分都报废 结果你大赚钱 前两年是亏的 但是去年大赚 这干嘛呢 进广告回头了 上官红雨 还是硬性防疫是最保险 我 我是 我对我对大陆现在的 现在的防疫啊 我其实是担心的啦 就是 这种的 这种的硬性的防疫 他当然 背后的潜台子就打疫苗没有用 那 大家也不要 也不要光是去夸口什么 国产疫苗啦 进口疫苗啦 国产疫苗 那我们当光光是 光是讨论疫苗政治 谁的疫苗比较厉害 谁的疫苗 疫苗是空包蛋 也讨论非常久 不过 以今天的情况 来看 我不敢说打跟不打 差不多 因为 你也很很久没有听到 WHO在 罗罗罗 发通报 这个大家的 都要打疫苗 打疫苗的打打比不打好 然后 然后呢 打疫苗的最 最早呢 会会减少的重症啊 等等发生的机会 这我们都都都都 听很久 那作为一个媒体人 我们也 也有公共宣导的责任 宣导了很久 可是宣导到今天三年之后的今天 我认为我很心虚 我 我会 我会怀疑就是说 我的宣导到底 你们的 你们这些专家 真的 真的是专家吗 但是挂个专家的头衔之后 然后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因为你是中央吗 我说我说只要加中央两个字的 那都是都是很 很独裁的 那都是很很专制的 都都是呢 外人不可不可智慧的 那 不管是中央银行 中央气象局啊 我说中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的都一样 他说了算 那你还你还你还不能够呢 添油加醋 不能够的去质疑 好可是现在现在的疫苗能打到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觉得需要一些一些比较比较 比较定定性定调的讲法 那 而不是像是好现在 比如说比如自由自由时报 自由自由的自由时报 自由时报是一个这个非常善良的报纸 他总是能够能够把就是很耳烂的新闻 然后从另外的一个角度的去 去去去让你感受到的那个 那个 那个温暖的 虽然带着阿Q的温暖的面向 就是他也他现在终于愿意承认打高端不能去去日本 上礼拜上上礼拜都还在那边在那边扯 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现在不好意思 就是不能去 打高端他就不认 好那打高端不能去日本 所以呢 跟着 跟着疫情指挥政策说呢 研议可以加打 其他牌子的疫苗 这问题来了就说 今天 今天台湾10月13号开 开始的门户开放的对接 对接的最主要的窗口 大家都都都不用装配合日本 因为 最近啊 感情最最好吗 大哥哥吗 那 基本上面那个呢对许多人来来讲的是母国 好那当 日本 开放台湾当然要要赶快跟着 要对接啊 那这个我我觉得 从互相开放角度来讲 也没有话好说 可是一开放了之之后 那 所有的 潮水一退了之后谁没有穿裤子就知道了就不用装 在过去告诉大家说高端很厉害高端的 高端的一些的商 一些相关的数数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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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比任何 任何的其他的疫苗差 但是你如果连日本都说服不了 他是日本 你连日本都说服不了 连连日本都不接受 全世界的打高端能接受的如果你想要找一个地方去 你去了之后的当当帝国一定会接纳你 那那就是南美洲的巴拉圭 台湾台湾的打台湾高端最多的大概的巴拉圭比台湾都还要多啊 巴拉圭也也没没啥疫苗到这样为我为止 不离不弃啊 死守的台湾 那 但是那个的是是地球上面我说过了 台湾最遥远的地方地球上面台湾 如果另外远端的最远的一端 切过的地心的一条的直线 另外另外一头的大概呢就在巴拉圭这附近了 在南美洲 好了 用这么温暖的方式打高端不能复日 那只会说不要不要担心我看我们对你很好我们再送你一剂 这是指挥中心就说啊 你原来买了你没有你没有 没中奖 那日本的不接受没关系 买一送一 或者买二送一 我再送你一剂 这一剂不收钱 可以的选择了其他台湾的疫苗 不过这根本的问题是早早是如此何必当初啊从去年五月以来 你回头去看去年五月以来 大家在质疑你蔡英文政府在干什么 那个那个质疑到现在为止不只有效而且全部都是对的 大家在质疑成诚时中质疑蔡英文政府的防疫政政策 就不用装了就是前面如果台湾的没有什么疫情或者偶尔爆发疫情大家都能够压得住 你很清楚的知道并不是你那个防疫指挥州官呃指指挥官的每天的武汉武汉肺炎五个男人坐在那边讲的讲废话 不是你们很厉害呀 而是老百姓本身的警觉性 可是从去年五月以来大家讨论两件事情一个就就就是 就是高端你这样刻意的去保护高端对吗为了刻意的保护高端逼大家去打高端 甚至于呢挡住 挡住 挡挡住BNT 挡住红海 挡挡住呢 慈祭慈祭到到到前两个都还被拖出来修理啊周易寇等等都在修理上上人下人的故事大家都还记得吗不要光光只是记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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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易寇呢跟跟张淑娟的事 那那那那些都已经是后来了 前面还还还还这一波 是在任何只要敢去触怒于当道的力量 哪怕是小小的质疑很微弱的质疑的声音 来来自于台湾唯一的本土本土的佛教的三门四大三门之一唯一的本土的三门的词 都要被拖拖出来练 就是 那是上人 你们在旁边的全都是下人 这种的这种的语言的语言的对对照当然是非常的凶狠啊可是我是说你为了要保护高端 为了逼大家的去 去打高端把大家引导到高端的那条路上面你把你把其他路都给堵死 BNT不让他进来 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因为是因为上海复兴 觉得总代理大中华区的总代理是上海 虽然大陆呢也不打BNT 他基本上打他打自己的疫苗 那 大陆也也不打但一开始能使用这个理由 但是之后呢你很明显的就要保护高端 好吧然后呢 BNT最后现在的另外衍生的一个问题 最后虽然把台积电的勉强拉进来送送做堆好吧大家的凑一样多的钱去去买买回来之后呢去年去年的后半截呢大家就就是大部分都都打BNT 尤其是学校的孩子 可是 那 采购的 采购的 预算 整个的 采购的金额 竟然都要被列为机密 台湾的机密真是宽松啊 就是 如果 如果那些东东西不能够公开 那 还有什么好公开的 蔡英文的论文都能够封封存 台湾最近几年发生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 过了之后因为他天天喷口水过了之后大家也也也也就忘了就不在乎偶尔提一提 时间久了之后呢也就不当一回事情 可是那基本上面的都关乎规矩 你的你的你的政府的这种的采购 采购的这么烂 明明逼得大家去去打高端 在当时也有也很多人配合你的大内宣要表现效忠 献出我的手手臂 来吧 那个时候 有多少人为了为了表达 我是民进董 我为了为了向上党效忠向蔡英文效忠我打 很多的政府官员的跟着打 我不是高端就一定很烂 可是这个是要让科学讲话的 那 陈时中 不是陈时中 苏贞昌昨昨天的中奖他9月21号才打了第四季的高端 打了之后9月21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了 大当会说那你你那有那有保护力吗 你看起来你的你的症状 不会不会不会比唐强龙周围的这几个 要来的好啊 那 等于是帮高端的做反宣传 但高端竟然大大赚钱 所有的说打高端的都在国内现在通通都出不去 然后呢 轻描淡写了说 可以在在改打他牌的疫苗 我说这种的政策莫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而且你连面对的勇气都没有到现在为止 你仍然没有办法去解释 你要 辅助本土疫苗我没有意见了 台湾要培养自治的生物 蔡英文对于对生物生生衣产业 情有毒毒中 要把自己打扮成生衣教母 我也没有意见 但是 该让科学讲话的就让科学讲话 花这么多纳粹义务人钱 让高端今天的配今年配股配育一定配很爽 因为因为他今年大赚 他的他的所有赚的钱全部都是政府付给他的 所以付给他买买了东西之后的几乎最后都变废料 那花了这么多钱 买了这么多的废料 高端的股东的赚到了 所有的钱的都是纳税义务人付的 结果的打了之后的还出不去 现在没有没有打的人都很气静静 还好我不是打高端 因为那代表双重否定吗 除了你想出国不能去之外 而日本的不承认 对很多台湾来讲 那个心里面隐隐作痛的感觉 是特别强烈的 日本 日本既然都开门了 有什么好认不认的吗 打的打高端真的就算你睁眼 闭眼我老实讲日本今天 就算睁眼闭眼说还是就让你进来吧 也无所谓 我告诉你对疫情也差不了多少 可是人家就把你挡住就不认了 那就那就科学问题 好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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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 对于对于对跟 跟三家的 跟慈记跟红海跟台台积电 这些总还是台湾稍微有公信力的民间 民间机构宗教团体吧 人家人家采购的是给公开的 你同样去采购BNT你你不能公公开 我说台湾现在已经没有没有隐私权 台湾现在只有隐公权 公权力的事情可以可以隐藏的 你不觉得神经病吗 就是 如果经常的要去炒弄大陆什么东西好像好好像的都看不透我都都都都不讲 透明度不够 请问台湾哪哪哪哪地方透明度够 你告诉我哪个地方透明 透明度够 台湾我说 隐私权 现在呢现在的狗仔等等的乱乱乱乱七八糟的每每天的狗咬狗 隐隐私权在在台湾成为一个笑话 但是隐公权出来了 我们 长长时间以来 你在强调所谓所谓的新闻自由媒体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 所有的自由 他都有一个的潜在的对话的对象就是 我是盯着你公公权力的 你公权力不要对我毛手毛毛脚 所有我们谈的个人的自由的那个那个对应的对象 不是另外的一个个人 而是那个对你拥有公权力的人 拥有公权力的人 是你潜在的对话的对象 可是今天他竟然可以用各种莫名其妙的方方式 去保护他自己 大家也觉得无所谓 打高端的这些人献出自自己的手 当初觉得自己很英勇 好像要上战场打了就会死 觉得你你比大家有勇敢 这不是勇不勇敢的问题 今天你回头去看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莫名其妙 你没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良知 觉得 应该 应该把那个引公权的那种的特权打掉吧 台湾今天 动不动 机密 动不动 封存 这种的这种的引公权变得是现在超级变态的政治 现象 不动 你不动 在这种引公权变得不动 这种引公权变得不动 就会让你进入了